呃...呃... 呃... 怎麼又到了奇怪的地方啦 這次阿絲來到的地方是 地表充滿了熔岩的世界生存 在這個世界一出生就可以看到 周圍只有岩漿 想要活下去的話究竟該怎麼做呢 不過這個世界也可以來做一些 特殊道具來幫助我生存 那麼阿絲能夠成功擊殺他的目標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絲 今天來到一個鳳梨披薩的世界生存 不好意思,這個是別的遊戲喔 那我今天來到一個地表 所有地方都充滿了岩漿的世界生存喔 OK,那像我這樣子呢,周圍繞一圈的話 只能看到一個東西喔 那個東西呢,就是阿絲 還有一個東西啦 上面那邊有一個建築物 那個漂浮在空中的建築物呢 各位知道那是什麼嗎? 它是終界遺跡喔 沒有錯,我最一開始就已經看到我今天的終點了 我今天的目標呢,就是要在這個世界 逃發終界龍 只不過呢,在終界龍之前 我可能要先想辦法從這個 三層三的石頭逃脫出去喔 而且我要到那個地方 不知道要跌多少方塊耶 我剛剛是不是破音啊? 大家不要在意喔 然後這周圍的岩漿處也看起來太醜了吧 怎麼長得這麼高啊 這邊好多高樓大廈喔 看起來像是台北耶 OK,那總之呢,我先把這個箱子裡面的東西給拿出來看一下喔 裡面有一些的橡木、原木跟牛排 所以我這樣子應該就有辦法生存下去了對吧 只不過這個下面會是空心的嗎? 喔,這下面好像是石心的耶 不只有一格的方塊喔 所以說我應該是可以從這個地方往下挖吧,我猜 好啦,那我先做個基本的工具喔 也就是木搞出來 然後我就直接往下挖吧 喔,有欸有欸,可以再往下挖的感覺 啊,這個東西應該也要帶走吧 只是這下面不曉得會不會有什麼東西耶 因為我要去終界,我必須要打under也要打烈焰使者喔 欸,這邊有泥土耶 那再往下挖會是什麼啊? 等一下,我直線挖會不會出事啊? 我繞一下好了 而且我發現挖到地底的話好像就沒有岩漿了耶 岩漿應該就是只有地表那邊有的 啊這個世界呢,其實還能做一些特別的東西喔 所以說我必須要先去 欸,等一下,我挖到一個洞窟了耶 我要先去挖個鐵出來再說 欸,欸,這什麼東西? 這邊有一個被地獄石包著的空間喔 中間有一個生怪磚耶 我看那個感覺有點像獵神耶 欸,看來我今天不用特地跑去地獄了嗎? 我好像在主世界就可以完成這個生存了 然後那邊有一桶水耶 如果我有一桶水的話是不是就代表我可以直接把上面的岩漿都弄成 黑曜石或者是石頭了 只不過在那之前我好像要先挖鐵耶 這個世界的怪物又有夠多了 這要怎麼挖? 喔欸,這怪物也太多了吧 我真的下得去嗎? 而且我挖到的地方是一個空中喔 我要從哪裡啊? 我們從這邊這樣子挖過去好了 而且我應該也要做一個石稿出來用了 這樣效率比較高喔 然後也順便做一把劍跟斧頭好了 這樣子等一下就可以拿來打怪用了 喔,有了有了 我挖進來這個洞窟的地板了 我先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烈焰神的嗎? 欸,對,是烈焰神聖怪磚耶 欸,等一下在那之前 我順便看一下這個箱子裡面有什麼好了 欸,有劑蘋果耶 而且還有一些食物 等一下,喔齁 苦力怕,哈哈哈哈 我的箱子,我的箱子 沒事,先撿起來喔 我挖或者是苦力怕挖都沒差 欸,好棒喔,這樣我就有遠程攻擊了耶 而且這個箭矢也給的蠻多的感覺 好像有100多根喔 然後這邊有小雞騎士耶 這個還蠻稀有的喔其實 OK,那我先在這個地方稍微找一下有沒有鐵礦喔 欸,那邊還有樹耶 原來樹不長在地表,長在地體喔 喔,我找到鐵礦了 只是我這樣挖得了嗎? 好像有點困難喔 喔喔喔喔,好多怪 等一下喔,我先吃個牛排喔 喔對,我剛剛說我的目標要終界龍對不對 其實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目標啦 就是扶手者喔 所以說,在這個世界打扶手者聽起來就超困難啊 我必須要準備蠻多東西可能才有辦法打贏扶手者的就是了 欸,欸咻,OK 苦力怕讓它炸掉之後我繼續挖一下鐵礦喔 那我的鐵礦應該也挖得差不多了啦,其實 快跑啊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洞窟好嗨喔 那我先把這邊圍起來好了 這邊是我的領域喔 嘿 嘿,OKOK,這樣就安全了 然後我在這邊把鐵給挖一挖之後呢 也應該可以直接來做個熔爐了 然後這樣子 啊我沒有挖煤炭喔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好像也沒關係耶 我先來用我的木鎬 把它拿進去當燃料喔 這樣就能夠燒出一個鐵錠了 啊有鐵錠之後呢 我可以來做一個特別的道具喔 只要像這樣子放 再放上鵝卵石的話就可以 嘿,做出一個 呃,怎麼是橫啊 這個是一個磚頭喔 十字神器各位 十字神器 用石頭做出來的磚頭 真的,真的能用嗎 不過呢這個東西確實是能用的喔 我可以像這樣子挖熔爐 等一下,瞬間秒掉喔 欸 我可以瞬間把東西挖掉喔 哈哈哈哈 哇,沒想到鵝卵石的東西好像比鑽石還強耶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應該就可以大量挖礦了吧 所以說我先把這邊給挖開喔 然後我也必須要去找一下煤炭 不然這樣子燒木頭的話我覺得有點浪費喔 所以說像這樣子 看到的東西就挖一下 喔欸 喔哈哈哈 超級猛耶 欸,是說我剛才是不是連木頭的道具都一下挖掉啦 這邊有一些煤炭喔 我先來挖一下 喔欸 喔,超快 直接就不見了 我剛才好像一瞬間就真的把木頭給挖掉了對不對 真的耶,真的可以用耶 哈哈哈 這才是真正的磚頭吧 那感覺今天的生存好像不會到很難了耶 啊我的磚頭的話 攻擊力是5喔 好像只能拿來挖礦 沒有什麼攻擊的感覺 那再來我先做個鐵桶好了 這樣鐵桶做出來之後 我記得剛才好像這邊有水坑對吧 撈個一桶水喔 欸,然後各位 這個世界好像是有邊界的耶 這個地方我應該沒辦法出去了吧 喔,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我今天的生存範圍好像就只會在這個大空間裡面 不曉得是多大齁 啊,這邊的烈焰神我先不打好了 我目前的攻擊能力還是有點低 所以就只挖個鐵框就走喔 喔,這樣挖真的超快 然後我聽到烈焰神跑出來了喔 喔喔喔,好喔喔 要出事喔 唉喔喔 快點,快點跑快點跑 再被打一下就要死了 喔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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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唷owok ok 超級恐怖耶 好的,那我現在已經燒了滿多的鐵的 我要做了一個鐵桶喔 再來我想要先去地表那邊一下喔 只是我這樣挖上去會不會直接死掉啊 有點恐怖耶 不管了,就試試看吧 然後,欸,我挖到岩漿了 先撈個一桶的岩漿喔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来做一个东西哦 先弄个木棒出来之后像这样子摆 然后再加上个熔岩筒哦 这样子就可以做出一个火球法杖哦 哇看起来超强耶 24岁是个魔法师哦 我先来做个一套防具出来哦 这样子裤子跟上衣 然后再做一件盾牌出来好了 我的防御力应该就够了啦 那这样我就可以来尝试看看我的火球法杖的威力了 所以我先站远一点哦 这个位置就好了 然后对着这边发射火球法杖 等一下怎么炸到自己了 快死掉了先吃一个金敏果 怎么这么痛啊 等一下我再试一次怎么可能会自爆啊 我从这个地方这样子往那边射射看哦 有了有了射出去哦 哎呀啊啊啊啊我怎么样爆炸了 被苦力把炸死是怎样 总之我的火球法杖就是可以像这样子射出火球就对了 好危险哦 虽然说会爆炸还满强的 只不过爆炸也会炸到自己是怎样啊 有个危险呢 然后我拿法杖的时候也太帅了吧 我是像这样子 对对对对 总之这样子我就有一个很强的武器了 那刚刚拿到的弓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啊 好像没有任何意义哦 然后这里有蛮多的木头的 所以这个木头我也来采集一下好了 像这样子挖一下就好了 钻头真的有够猛的 只不过烈焰神我还是先不打哦 我们先直接往下 我想要再往更深层过去看一下哦 哦 这边找到一个洞窟了 应该有机会让我挖到一个钻石之类的吧 哎 各位 我挖到一个奇怪的东西哎 哎 这个该不会是远古之城吧 哎 是远古之城哎 各位 哇 没想到 哎呦 差点摔到 没想到岩浆的正下方却是远古之城哦 这么刚好啊 啊远古之城要看的话 最好的东西应该就是 这些箱子了吧 里面有可能会出现附魔金苹果 所以我就稍微找一下吧 这上面这边有一个箱子哦 来吧 附魔金苹果 这这这怎么那么烂啊 有过烂的哎 哎 而且各位我发现这边长得不太一样哎 这边有地狱的那个扭曲丛林的树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安德的生怪砖哎 我今天不需要去地狱了 我可以在这边解决出有我该做的事情哎 哎 这边有附魔金苹果哎 终于被我找到了 然后还有一件裤子哦 我先把它穿上去好了 好的 那我找来找去 就只有看到一颗附魔金苹果哦 不过我想要再挖个钻石哎 哎 这边有钻石 哈哈哈哈 我想说这个怎么看起来有点像 但是又不太像 哦 这边也有哎 OK 那这样子我总共就有三颗钻石 也就代表我可以来做一把钻石剑了 这样有钻石剑的话 我打怪物应该就会比较轻松了 不然这个火球法杖应该像这样炸一下 生怪钻就会坏掉了吧 只是这边生怪升得好慢哦 我先把这个炸掉好了 这样应该会比较容易伸出那个安德吧 我听到了 这边有一只 总之我先在这边狩猎一下安德再说哦 OK 那我目前的中介珍珠已经收集到了12颗了 我应该可以先回去地表了啦 地表 好像也没有地表这种东西哦 我想要先去看一下中介祭坛那边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哦 因为我现在方块也很多了 所以应该可以直接过去了 哦 有了 我挖到岩浆了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 我挖到岩浆了又能干嘛 我好像上不去哎 还是我直接吃个附魔金苹果上去好了 反正我有一颗哦 不然这样子不晓得要花多少时间才能上去 来吧 附魔金苹果哦 因为附魔金苹果吃下去的话 我就能够获得一个抗火效果 像这样子在岩浆里面游泳也不会痛了 只不过我刚才这样用不晓得会不会之后后悔就是了 哎 不是哦 这岩浆也太深了吧 我到底在哪里啊 哦 有了 游上来了 哦 哇 好像绕了一圈从那边下来了是吧 然后现在时间好像是晚上哦 那我就直接从这个地方跌过去好了 哦 在那之前 我先像这样子放个水好了 喂 喂 好舒服 我整个表面如果都放上水的话 这样子好像就可以随便走了 哎 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玩法啊 我如果在最上层放一桶水的话 是不是会变成一整片都湿湿湿的啊 哈哈哈 感觉很好玩耶 来 那我就直接试试看吧 放在这个地方啊 喂 放水 啊 这样子的话呢 湿湿湿湿湿湿 喂 哎 怎么停住了 再放一次哦 这样子的话呢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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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片之间 那个 都变成黑钥匙跟石头了 这个好舒压哦 哈哈哈 哎 好棒哦 这个感觉 哇 啊现在全部都变成鵝卵石了 OK 那这样子就造出了一条 可以回去刚刚那个地下洞窟的路了 所以说 再来我就直接叠上去吧 从这个地方这样子哦 应该直上直下就好了吧 OK 快要到了 我听到杜鱼的声音了哎 感觉里面是有杜鱼生怪砖的吗 哦 好酷 我在空中的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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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多了吧 这四个都是吗 我看一下哦 诶 对 都是杜鱼生怪砖先把它挖掉哦 这个没有什么用 哈哈哈 一次四个也太夸张了吧 诶 干嘛干嘛干嘛 诶 怎么周围被吃掉了 还是怎样 这个东西是会被杜鱼吃掉的吗 方块越来越少了 我先炸一下好了 哦 好痛 超级痛 诶 不是 为什么会有一个绿色村民在这里啊 你是怎样 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地方被关起来啊 哈哈哈 不工作是不是 哎哟 哎哟 等一下 这个杜鱼好强哦 啊 啊 要死掉 要死掉了 哦哦哦哦 哦 先把它冲下去哦 你们都给我下去 快点 快点下去 OK 那所有的东西都下去了 连同村民一起下去了 啊 为什么这次还会游泳啊 OK 有够恐怖的啦 然后就是这边有一个箱子 我来看一下有什么 哦 就牛排 就只有牛排哦 不过我现在蛮需要吃的 还不错啦 啊 这边的终界之眼 一颗都没有给的样子 所以代表我应该是要 下去那边打烈焰神了对吧 诶 是说这个火球好像 打不到安德诶 这安德的速度这么快哦 我总觉得我这个火球飞超快的了 等一下我发现可能会死掉 诶 先喝个回复药水好了 像这样子诶 喝下去之后应该会慢慢回复哦 嘿 嘿 嘿 然后捡个烈焰杆哦 这样就有一根了 我应该打个六根就够了对吧 哦 像是还会帮我一起打诶 而且我记得主世界 我可以放水直接把烈焰神给烧掉 哦 把烧掉 应该就是把它给淹死哦 嘿嘿嘿嘿 完蛋了 完蛋了 要死掉了 先喝一瓶药水哦 OK 那这样就不会怎么样了吧 然后就刚好六根了诶 我好像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不过在离开之前 我要把这个东西炸掉了 这个王八蛋 害我在那边打得这么辛苦 哈哈哈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准备去终界了 所以我就往上爬吧 好 我应该只要用我的火球法 这样就可以把终界龙给弄死了吧 我想 OK 那进来之后 直接往上挖 然后我 搞不好不需要来打终界龙的终界水晶诶 只要像这样子 拉一下 然后射 哈哈哈 伤害还蛮高的对吧 终界龙这个就是火球术啊 我的火球真的 吃法的时候好帅哦 嘿嘿嘿 那我就直接瞄着终界龙打好了 哈哈哈 他好像动不了 诶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球飞的速度超级快 我好像可以直接让他死掉了对吧 哦哦哦 终界龙想去哪里啊 你以为你看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活下去吗 哈哈哈 最后一下 不会 啊啊 miss OK 解放终界 诶 这个好像是我打终界龙最快的旗次之一诶 哈哈哈 哇 他还在努力的飞到中间诶 那我再拆一下终界水晶好了 虽然我不确定拆这个要干嘛 OK 这样就全部解决了 然后就是呢 还没有结束哦各位 我还有一只boss要打哦 就是我刚才不是下去最下面的时候 有看到一只复旧者吗 先把这个龙蛋我们把它取下来再说 像这样子放个一根然后这边挖掉 OK 插上去之后我就可以拿到龙蛋了 啊这个龙蛋呢我可以拿来做一个东西哦 好的 那我目前如果想要做我想做的那个道具之前 必须要先来把我的铁再烧个三颗出来哦 再做一个铁桶之后呢 然后一样再捞个岩浆哦 我就可以像这样子先放个四个岩浆桶在周围 最后把龙蛋给放在中间的话 就可以做出一本神奇的书哦 这本书叫做龙之书 有点铁锈味 哈哈哈 为什么是铁锈味啊 我前面这两样道具都这么强 代表这个龙之书应该也很猛吧 所以说我先来试试看哦 不晓得会不会爆炸哎 嘿 按着之后然后可以射出去吗 嘿 哦有了有了 哎我刚刚是不是射出一个奇怪的东西啊 哎 这是铁巨人吗 看起来好像是铁巨人的屁股哎 那如果网上射可以看到吗 可以耶 哦哦哦这什么 这是铁巨人哎 哈哈哈 龙之书怎么是射出铁巨人啊 哎好酷哦 而且网上射的时候到最高点之后 它会转下来 然后转下来之后掉到地板就消失 哈哈哈 本身是碎骨哎 这个是全年龄可以看的吗 这边有一些怪物哦 哦如果像这样子丢的话 哦哇塞 一下打掉哎 刚刚我的火球法杖好像也是秒杀就是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其实不太确定到底伤害有多高哎 这只安德我打得到吗 这个这么大只应该打得到了吧 打不到哈哈哈 为什么这个东西安德都打不到啊 总之我先下去最下面 我们去找扶修者打架看看吧 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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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之书 哎 而且我现在那才发现了一件事呀 哈哈哈哈哈哈 好大一本书哦 里面到底是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啊 铁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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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吗 OK 那说着说着 服修者也已经跑出来了 我先从远程像这样子射个火球过去 好像没什么效果耶 还是我用这个铁巨人丢他 等一下这怎么死掉了 我才打几下耶 等一下这个铁巨人之事物不累 龙之事物到底有多强啊 我再试一次哦 我最近打扶修者都打得很辛苦耶 该不会这个东西这样子 铁巨人平常都用拳头在打人 但是他其实本体才是最强的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